那你喜歡那個人怎樣? 你打算放棄?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不需要這道符 或者有人更加需要 像那位姓陳的善信 其實最近的陳先生 也是再來找我 陳先生真的拆散了無賴和女生嗎? 他跟你一樣 他也放棄了這個念頭 為甚麼? 因為陳先生知道 那個女生是真心喜歡那個無賴 而且那個無賴原來也是一個君子 要拆散別人 最終自己也會變成一個小人 陳先生相信 那個君子會很努力地愛護那個女生 有時不一定霸主才叫愛 放下也可以是愛 對,戀愛是兩個人的事 因為戀愛有兩個心 而愛只有一個心 即使是一個人 只要他是真心 即使對方不愛他 他也可以默默地守護在對方身邊 祝福對方得到幸福 其實能夠找到一個自己可以靜靜地守護的人 也算是一種福氣 至少我都遇到一個我真心喜歡的女生 放棄嗎 隨心吧 那個李老闆明明說把那花瓶給了二九 還要這麼多條人命在七爺手上 那李老闆沒理由說謊 就是他做鬼頭偷走藏寶圖 我拿不到那花瓶 你們全部人都要死 你要的東西就給了二九吧 我在斷石崖發現那條屍 他身上什麼都沒有 我怎麼會相信你這麼容易把寶物拿出來 七爺又說在斷石崖找到二九條屍 斷石崖應該在這裡 也沒有 你還不讓我找到你? 碎到這樣,怎麼砌? 碎到這裡 黑風山斬妖崖以東 玉簪石以西 仙人岩,嚇逢洞冤 這個還不是藏寶地點? 鎮長,你現在退休了 還經常來為鎮民祈福,真難得 大仙,我們身家在這裡幾百年了 這個鎮維繫了我們身家的血脈 還有,這裡很多鎮民都是五族的子孫 原來身家已經有這麼久的歷史了 是 那身家是否只有五族的其中一族? 沒錯,所謂五族 就是廣東五大武林門派 段古武新婦 我聽先祖父說五百年前 黑風山有一隻穿山甲廟為還 於是五族各派就拿出自己的高手 合力去對付它 但是可惜這隻妖怪實在太厲害了 多少人合力都對付不了它 後來又大師下凡鎮妖 你不記得了嗎? 年代太久遠了 還有我下凡斬妖的次數實在太多 我隱約記得 在五族裡面身家的武功是最好的 簡直是勇者無懼 是…我先祖父也是這樣說的 盧鎮長,你的先祖父 有沒有提及過一個 黑風山的寶藏傳說? 沒聽過提過 反而我有聽聞 五族當中的段氏後人 曾經介入過太平天國的長毛軍 還說他們偷了很多金銀珠寶 回來這個鎮圖收藏 這些都是傳說 我當故事聽就算了,沒放在心裡 哪兒? 我只是隨口問問 反而我有興趣知道的 就是我當年 大戰穿山甲腰的黑風山 我記得那裡有些地方 好像叫斬妖崖、玉蠶石 仙人岩和黑風洞 我記得有去過,但印象不夠深刻 如果你知道的,不妨告訴我 讓我可以去重遊舊地面懷一下 大師,你所說的地方 現在的地圖就很標示 不過不要緊 我先祖父當年對附近的地影 很有研究 他們告訴我 以失傳地名的實際位置 有沒有地圖? 有地圖,我可以告訴你 你那個地方在哪裡 看你認不得出 好,我拿地圖給你 來 黑風山? 斬妖崖以東… 奇怪了 地圖明明寫在這裡 沒有,為何不見過洞口 為何不見過洞口 應該是這裡 沒有了 不是吧 真的是傳說 多多少少也有點寶藏 看來也挺值錢的 別浪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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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幸運 不過看來, 也不是便宜的 應該能賣錢 我們是新劇香港人在北京 還未在我們用戶的朋友 快點檢查這個QR Code 跟我們的同事了解最新一位 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訂閱呀